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赖信德有没有关心 发文 我们可以看到贴文送暖 这个是时间是在8月2号下午 1点26分 那么蔡英文也发文了 8月2号下午12点16分 相差大概50分钟 好像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 先来看看蔡英文的发文 那么她是说可以跟你自拍吗 这个是林玉婷 那么她表示说贴出这个照片 也要祝福所有选手最佳状态 是来贴文送暖吗 还是互相较劲 因为在蔡英文贴文之后 可以看到赖清德总统也发文了 她说关注体育赛事很久 每次观看热血沸腾 好那这个有输有赢有杂音 大家都没有人可以挡住专业选手 追求更上一层楼的决心 同时也表示 林玉婷在赛场上的专注 看过一次她的比赛 我想每个人都会为她 来这个为之动容 那现在也遭到公民党的青年部前 主任陈国安表示 赖清德贴文不仅呢 在这个部分完全没有谈到 JK流林事件 在奥运政治学上 她认为她远远是不如蔡英文的 请教郁将军 我觉得这个赖清德 因为她人设已经定了 就是在台湾 我们民众的一般民众心目中 她就是一个斗鸡嘛 从以前开始来讲 她是冷漠无情 然后孤独的一个冷酷的一个政治人物 跟她想在一起的话 大家立刻想到就是政治斗争 绝对不会有一点那种人情味在里面 所以她现在的贴文来讲的话 尤其是跟体育来讲 她以前自己也当过行政院院长 那那个时候她对于我们这个运动来讲的话 这些选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鼓舞或者安排 或者是建树 我觉得是完全是没有 所以你从这篇贴文里面你就看出来 她连这个现在来讲大家关心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是奥运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当然免不了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说 我们台湾这些运动选手有没有受到什么委屈 对不对 JK罗林他一直在这个 有关于这个选手这个性别上面的问题 一直在那里这个炒作 然后让我们台湾觉得非常气愤 因为国际奥会都已经同意了 觉得说他这个检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你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这些运动选手都还在 尤其是匈牙利这些选手来讲 还在那边提出抗议 也还好啦 我觉得他很争气 在今天来讲的话 他也进入决赛打败那个抗议的那个 那个国家那个对手 然后进入决赛准备来争取 能够保住铜牌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目前来讲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你想要利用这个奥运来讲 大张旗鼓的做你的政治的一个宣扬的动作 那你宣扬又连这个政治 奥运的政治学 你都不晓得怎么去宣扬 都不晓得我们现在民众关心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关心这个事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关心的是说 我们这些运动选手 今天有什么良好的表现 比如说是林洋佩来讲 大概是今天晚上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我想说我们台湾所有民众来讲 今天晚上可能10点钟 大家都会守在电视机前面 来看林洋佩怎么配 那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连这个都不如蔡英文 我觉得你戴心的 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你的形象人设已经定了 就是你给人家的感觉 你不是一个会关心体育的人 你对体育也不是很了解的人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就你的天文没有任何人 就是有啦 大概除了少数人会回应之外 然后你天出来所谈的事情 也不是我们现在 最夯的最热的话题 对最热的话题 当然除了最热的话题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戴智颖很意外的 在上次比赛中落败 落败但是也很感人 他跟菲律宾那个选手两个 还是抱在一起 互相鼓励 互相加油 泰国的选手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喜欢看到 是这种温馨的场面 那绝对不是很冷酷的一个政治人物 只会斗争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赖心泽这次来讲 他是所以他这些贴文 大家你看他回应的数量 这个分享跟点赞的 跟这个留言的数量 远远落于蔡英文之后 这个有落差对不对 落差很大 那为什么蔡英文之后 已经一个卸任总统 人家还有那么多人留言 那你赖心泽你是卸任总统 反而没有人去关心你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赖心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人设已经失败了 那后续来讲应该也是如此 可能大家对他印象就是不停的斗争 那以后来讲我们看到他不管对在野党 对对岸斗 对不对 跟自己党内不合他意见的人也在斗 所以说我们看到 只是一个指挥斗争的一个少数 少数选出来的总统 好我们可以看到确实 这个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他的寿命时间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嘛 所以在这个部分 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重视之外 实质上呢我们国家也能够给出 这个更多的更好的支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中华射击好手李孟远呢 在巴黎奥运射击男子定下的飞把资格赛 在这个部分呢 首面的奖牌出炉了 李孟远呢射击男子定下飞把部分 已经是夺下了铜牌 那么确定这是中华队 这个首面的一个奖牌 那么现在雷契是有两个铜牌 同时除了这些选手们 大家非常关注好了 再来看到阿汤哥 这个外面报道阿汤哥呢 正在策划一场史诗级的特技表演 他预计从法国的法兰西体育场 顶部垂降 并且带着奥运官方旗帜 抵达会场 到时候还会播放预录的影片 好这个阿汤哥有多神奇 从法国飞到洛杉矶 接着跳伞降落到好莱坞地标上 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 好再次的上演 请教介大使 这样阿康哥来趁这个热闹干嘛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发扬这个奥运的精神吗 还是为了彰显他这个支持体育啊 我觉得这有一点失焦啊 奥运是倡导 第一个倡导和平啊 第二个就是说增强体力 要毕也征乎嘛 毕也军子无所争嘛 国与国之间不要打仗 要靠什么 要来用体育来倡导和平 这个是奥运的精神 那我觉得现在这一次 比如说像法国的这个 这个巴黎奥运的开幕 争议不断 对 它变成一个展示场 展示法国某一派 极左自由派的这些人的政治理念 的一个场所 所以受到普遍的批评 你奥运的精神在什么 比如说今年的奥运 比如说俄罗斯跟白罗斯就不能过去参加 那俄罗斯当然他没有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这个抗议 他说现在打仗又不是只有俄罗斯 那为什么只有俄罗斯不能参加呢 他一直说现在在这个加萨走廊 已经造成快四万平民死亡的 这一个这个战场 那也是也是有战争啊 对而且他那个是针对平民的史上这么大 为什么这个参与的国家 为什么我不能参加 对啊为什么他可以参加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谈这些问题 都忘掉了这次奥林匹克的基本精神在哪 我看到这个阿汤哥我就有一点点纳闷 我说他来称什么 他是为了他个人的名声吗 还是他怎么样他后面有商业集团 他要拍什么电影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事实上 还有就是说这一次的法国的奥会 这一次在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一次在这个奥运里面 已经把这个奥运的精神 把它怎么样放到一边了 我们看到都是这些事情 都是这些事情都是政治方面的这个 那还有就是说这些美国的这个什么国会议员 也在那边干嘛也在那边就是说这个药检的问题 跟这个国际禁药委员会打起官司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要运动的话 就大家就专心在运动 我非常高兴我们的这个李孟远选手 他能够得到铜牌 我每次看到我们台湾的选手在国际场合里面 我觉得他们都有点格外的痛心 对不对没有成名之前都没有人知道 他们下的这个苦心对不对 然后呢他们成名以后 就是那个好像烟火一下就过去了 你要知道这种选手 他要能够在这种国际会 国际的这种比赛能够出头 那个下的功夫比任何人都强 下到了多少功夫 在他年轻的岁月 这是为国争光对不对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李洋配 不是这个李洋配 李洋配 他们事实上要为了得这面奖牌付出了多少 你说还要受到人家的这种 这种吐蔑或怎么样 你说他拿个那个2000万奖金 我跟你讲 知道美国的这种一个职业选手 一个高尔夫球打下打下来 他的奖金是2000万美金啊 对这个不是说你台湾做这个有什么对不对 这国际上的选手都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些运动的选手 他可以激奋你整个社会的一个士气 对你看看现在以国民所得而言的话 我们今天台湾的国民所得三万美金每天在叫 我们在奥运会三万所得国民所得的其他国家 在这个奥会表现的如何 人家拿了多少牌子 对那我们拿了多少牌子 我只能说我们在这个过去时候 我们还看到政府啊 对于这个体育的重视 有什么左营的国家体育训练中心 专门培养这些奥运 我们从小就看到那个时候的政府 为了培养洋船广 为了培养技政 那个时候我们多穷啊 洋船广技政都送到最好的地方去接受最好的训练 现在这个政府做了什么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在奥运会拿那个奖牌数 真是丢人啊 这政府没有在做事情 他做了什么 这些体育会体委会做了什么 他有什么有什么指 我们看到我们好的选手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们那个戴知影 对啊他也三十岁啊 对 他也不是他三十岁 他不是二十几岁 他是十几岁就开始培养的啊 我们多少选手都是培养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有心血出来了吗 有接班的人吗 对不对 林洋沛他们在过去四年 对不对 还不是被这个社会给遗忘 那他们的接班人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啊 真的每天就只要政治斗争 为了自己啊自肥 然后呢自己的派系 天天谈那些红阔搭不到 而只会对台湾带来这种灾害的那种政治愿景 该做事都没做 这个才是你要表现 你这个政府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能力啊 把台湾带向进步的路上 我们的体育说实话 今年奖牌数比去年比上次还少 这就是退步嘛 要好好检讨 要认真痛定思痛 我们有这么多体育系 我们有这么多在体育界这么优秀的人 你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替他们做了什么 那真的就是说我觉得真的像这个 我们这个李孟远能够这样出头 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我都靠个人啊 政府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纳税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系统性给这样培养优秀人才的 体育人才的作为在哪里 我们现在连我们体委会主委是谁 我们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我们还有没有左营新讯中心啊 以前我们常常在讨论 左营新讯中心的这个奥运会训 我们的伙食 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这个教练啊 还有相关的专业人员的培养在何在 现在这个都没有人在乎了 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蔡英文上台以后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天天跟着她怎么样 跟美国买武器 天天在跟大陆对着干 得到了什么好处 把台积电送给美国 这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这个成绩 你去看看人家韩国怎么表现 人家也四小龙啊 你去看人家日本 对不对 人家的体能跟我们是一样 大家都是东方人 那我们不要提大陆 提大陆人家都是长大 我们就看人家日本 人家韩国 长得跟我们一样 DNA跟我们都很接近的 为什么人家体育是这样子好 我们台湾现在搞了 目前才搞了两面铜牌 比去比上一次在东京奥运还差很多 是 真的要好好检讨 我觉得这个政府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搞他自己 关起门来做皇帝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喝户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喝户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客户您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